大家好,又回到我们眸向编辑部YouTube Channel 时间 有我来自澳洲的珍必思 你好,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蔡氏珍迪好 亦都有来自马来西亚的大马Sir 各位好 在课开始之前请大家为我们三个频道 眸向正向沙冷气点赞分享 还有订阅,继续抗疫,拼经济反网簿 好了,我们今次说一说,挺心酸的 因为有一位移英的KOL 被新移英港人赞誉为找工达人 因为他经常找到一些散工送货 他找得很快 他亦都在英国邮局找到一份散工 当然他们说,很厉害啊 这么快找到工作 不过 找工作很厉害 不代表人就 比较清醒 因为他的Facebook也有很多人订阅 我无意中看到 原来他就说 救命啊,我好像撞了邪似的 究竟什么事呢 他就说 我好像撞了邪似的跌入了 骗财陷阱 同时禁钱 这就是我来英国打工的全部积蓄 他的积蓄 说明是他来英国才存的钱 他之前的钱,我不知道有多少 他说 临近岁晚 原来英国的骗徒手法都是撑出不穷的 你以为英国没有坏人 被西人骗 还是被同路人 他暂时说 看到的是西人 OK 他就说 只可以 当是破财倒财 报警也没用 我们也说过 他说报警也没用 扣财 银行 他也免得坐在你 因为 记不记得我们之前 说过 买车 有个 车房仔 就是皇友车房仔 他过了数 他说是你自己给他的 还有那个 记不记得 有一个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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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骗了很多钱 那个 记不记得 那个 那个 那么大笔钱 他 他都拿不回来 何况是你 那么我们说回 我一直觉得 这些事情 是不会发生在我自己身上 原来骗案 都在我身上发生了 我经常想 为什么 我会这么蠢呢 其实这件事 跟很久之前 那些什么高科技 电子零件 一千磅 一粒一样 这么低字 但是我真的中了 为什么我这么蠢 我自己也原谅不到 自己抵骂 骗徒 用的手段 其实都不是什么高端的 但是 我偏偏 就乱了 我 要呼吸 新鲜空气 深呼吸一下 你不是说自由空气吗 让我慢慢 告诉你们 我的惨法 好 话说 前日 我一如既往 这样 在气温相差 大概七度 的地方 首先 送小孩 上学 之后 就赶着 送邮件 因为他是炒散 在英国邮局 时间上也挺赶快的 因为 你知道我们送邮件 对的 做邮差一向都很赶快的 早餐也不赶快 在送邮件前 他们有个会开的 有个会仔 其实也是 之前 陆去做的节目 就算是在亚某讯做的人 送 小小的 帮助 也会 说一说有什么注意事项 一开会 我就准备 做 少少东西 吃少少东西 结果 收到一封 我 上头 仍然寄给我的邮件 内容 他在开会 打不到电话 有些东西向我交代 等一会 有个presentation要做 可不可以帮他少少忙 但是 想要我 手提电话先 这么搞笑呢 他是你上司来 不知道你手提电话 但是知道你的邮件 嗯 第一个疑点 好继续 和你开会的小头目 为什么在上层直接找你这么搞笑呢 这个我听也知道 不对劲 可能 我头那人想 可能有些东西是针对这位小头目的 要叫我做呢 是的 又或是升级即可 发梦没那么早 可能性更低 他就说 一开始我都觉得没什么的 我是新人 又是薯仔 smoke在这里了 他没有我的电话很正常的 于是我就很快地回复他 给了我的电话给他 就说 就 好啊我愿意帮你呀 话说 传完邮件一分钟 他就 Add了我了 是Add了我WhatsApp WhatsApp 我说有 他 就说 有一个很紧急的任务 就是一个很紧急的任务 让他帮忙 问我介意不介意 我心里想 喂 是老师 老师终于看了我了 是呀 你真是对的 我又是新人 这个机会我怎样可以放过呢 所以这个老师 找工达人 找工达人 就觉得 我怎样会托手担呢 或者将来我自己都可以做个小头目呢 就问他 有什么可以帮你呀 我非常非常乐意帮你 他就叫我 去附近的超市买张 Google Play Store的Gift Card 他说这些早就听过了 内地也有 什么QQ充值点 台湾也有 什么游戏卡充值点 什么游戏卡充值点 问他要几张 反正 价值多少呢 告诉我 我一定会做的 可能是薄升职 这个时候 他的答案 本来令到我很质疑 但是 不知为什么 可能我觉得 每个都说我找工达人 如果我可以 升做 小头目的话 是不是会更加 不威尽BNO 是的 真的会这样的 因为之前 有一个 人 是在医院里面 做护工 他们都吹得很厉害了 说入了医院做 不是护士是护工 已经说得很厉害了 已经是那些什么 郑文杰那些 群租 现在他终于可以入医院做工了 人头地 他就说 光宗耀祖 可能就是这种虚荣心 令到他这么大 他就说 我好像被人落了国 也不懂思考 他跟我说 我就去照做 看看有几张才再算 大家想想这句话 是不是真的很有问题呢 他说是那个 大老板说 看看有几多张才再算 不是他说几多张才再算 当他去到Tesco 就发现 有得买之后 就问他要几张 他就说要三张 每张面额100磅钱 的Google play gift card 没想到这么多 就尽快买吧 这位找工达人 因为这个面积 在香港人来说 赢算什么多钱 但其实在英国来说 也算是几多 足够买一部 杂屋的洗衣机 300磅钱 而当时 我完全没有问过他 任何问题 他亦不敢问 究竟 你什么时候 才付钱 因为他害怕 不知 大老板 你问了他 就算给你一个答案 也不会还给你 其实问你也是浪费的 还有他也是用那种 中国 他觉得自己是中国人 我觉得 因为这些 他们不是说 这个很公平的 问他就问他 老板又如何 结果他不是 没关系 因为 如果他叫你买 这个 gift card 是私人东西 工作上的安排 我可以帮你做 我要报销 这是私人东西 其实我主要是想说 你们不是很西化吗 那些思想 为什么好像陶杰 那么怕老板 其实 这些就是小龙DNA 第二 我应该问他 究竟 有什么用途 这个我觉得 不需要问 他说 这些问题 是没有意义的 他继续说 我直接好像 鬼暗眼 完全听了他的指令 买完之后 就撕了那些 礼物卡 后面 银色的封贴 就给了 activation code 即是那些 激活码 还要是 拍照给他 那么 当我以为 任务完成的时候 告一段落 他就说 再帮我买多 6张 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 加加买 900磅钱很多 买了整万银 整万银 当然 你觉得他 据得900磅钱 有些是真的 急死 每个月清 他 存到900磅钱 都算不错了 真心地说 叫他买多6张卡 当然 面额都是 100磅 他听到这个 真是好像晴天霹零 不停敲响我的神经 慢着 大老板不会不给钱我的 他们是高端人士来的 买900磅钱的 礼物卡很正常的 因为我觉得在香港 高层人士永远 都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这些就是小龙DNA 其实 当然我是不会问他有什么用的 但是 你也要想一想 问他什么时候拿回钱 很正常的 你们不是说 英国人是不会计较这些东西的 只有中国人才这样 现在你就是 其实你现在就是 用回你在香港的思维去想 对吗 对 说什么西人 他也说 我们永远不知道 高层人士在做什么 不会这样 散开 要求买完又买 所以 我就觉得 他肯定有他理由的 OK 我就这样做 即做 后来 他 就 说 后来 有一个消息 令到他不是被人欺骗的 他就说 然后 他 要求我打个 电话给他 我立刻打给他 因为我当时也觉得 有点伏伏的 就是 他立刻 咳 然后 他又打电话给我 说了一句 Hello Sam 之后立刻又吸线 又借机 试试给我 就是 叫做 发短信给我 就说 哎呀 不好意思 他假扮老闆 不好意思 哎呀 雙头 即是他的老闆 的老闆 的老闆 越来越多人了 老闆 我假扮得很忙 拿着电话 哎呀 你 吵着我 为什么 分分钟 几亿上落 那些 就借故这样 有test match 给我 就是 这个 发短信给我 就说 我不说电话 其实他这一招 就是假扮到 起码他说了两句话 证明有这个人 让他放下戒鼻心 因为可能这个骗子 也觉得 咦 他会觉得 弗弗的 900磅钱 也挺聪明的 这位骗徒 从这一刻开始 我就觉得 他真是个大老闆 你很忙 因为你知道 那些 在香港 一个黑板的现象 就是 我很忙 没时间接你的电话 现在他也是说了 Hi 他也说 这样算 很不错的了 而且听他说 Hi Sam Hello Sam 引述 Hello Sam 他说的都是英国口音 那又怎样 你这些崇洋的 态度就令你 就放下了戒鼻心 放下了戒鼻心 亦都是 觉得 他说的 都挺似 我上次 听了 之前有过 上层来说的口音 都挺似 哎呀 只有那两个字 Hello Sam 你又知似 定你呀 但是 我现在觉得 应该是没事的 后来 他亦发了短信给我 就说 我一个小时后打给你 然后说 怎样 付钱 就是 稳住他的心 结果 一个小时后 没有 他不断发短信 没人理 没人理 已经不会有了 之后 他 就回到他公司 真的问他小头目 这个是我们 是否你顶头上司 就是小头目的顶头上司 就是他老板 他说 这个电话不是他的 不断了 噢 然后他就 晴天霹雳 哎呀 最心痛是 发现得太迟 他就说 可惜已经发现得太迟了 嗯 他已经知道 自己乱了 很想订了个电话 不错 电话都没卖了 电话都没卖了 这位运工达人 在影了相片 传的 gift card后面 那些 密码给 这位骗徒的时候 你已经输了 已经领了 是 是 最后因为他是WhatsApp WhatsApp 当然 铁了你 铁了你 是呀 多么容易呢 只要按键 像上次 车房 就像歌仔 别人就铁了你 很容易 电话都铁了你 对吗 是呀 亦有人说 哎呀 没想到 你本来是我的偶像 为什么要做这么低智的事情 因为他 想代替你 送药 想这么快 你现在是做炒散 做casual 这样的工作 你就想做小头目 我觉得你也是 有些不切实际的思想 以及被人捧得太厉害 什么找工达人 其实英国 邮谷是聘请人的 我们也说过很多次 他去哪里都聘请人 是吧 你被人捧得太厉害了 亦有人说 叫你 买卡 多数会验人 是的 这个是 这个是 亦有人说 智商税 交多几次 就聪明了 不过智商税 这个是内地用语 之前 是的 你又被人捧了 你们皇友都用这些吗 亦有人问 可不可以把你的故事 分享给别人 他就说可以 不过打了一个 emoji 就是哭的 即是知道自己写了 亦有人说 原来 不只是 香港才会叫人去便利店 买点卡数 原来英国也有这样的骗徒 顶你呀 这些 真是没骗到你 都算好彩 顶你个肺 英国没有这样的骗徒吗 这些骗术 可能是外国传过来 你说对吗 亦有人说 你不要分化了 这是个故事 他写的故事也挺长的 亦有人说 其实 你问一下公司的人 就已经可以了 我是觉得 为什么他不敢问公司的人 因为他 他觉得 偏偏选中他 可以做小头目 亦有人说 对家用 Gmail的email 已经很低级了 对啊 如果是 公司的话 他应该是有自己的 也应该是 那个email是自己的 对吗 对啊 比如以前的公司 都被骗过 哈哈哈哈 不过 也是不好事 他们也挺惨的 其实 我们也说过 因为他们知道 你这些人崇洋 很容易是出事 因为知道 原来是这样的 假装 假装 像跟你很亲近 很支持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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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已经当我是好人 我跟大家说 老千有一件事是很厉害的 他们看穿你的心的弱点 这个能力是非常非常高的 跟你说几句话 就知道你是 什么头什么路 是 不过这样 这个老千可能不知他什么 亦有人说 英国就是这样 有些人专骗我们香港人 因为 表现出来的东西 可能是 令到 他们知道了 你们的弱点 嗯 嗯 亦有人说 算失900磅 他存了很久 他也挺辛苦的 又血又汗的 他挺辛苦的 因为他派件 他之前在他的 社交媒体也分享过 不是那么容易做的 他也跟BNO 说不要以为 什么都很容易做 派件很辛苦 有些雪天的时候 也有些危险 亦有人说 哎 你其实没有算失很多 你只是 900磅钱 就当是赚过经验 那你赚吧 哈哈哈 哈哈哈 亦有人说 骗徒会不会就是你公司的人 为什么要你的email 这个也不奇怪 但是 说一说 都不奇怪 可能你公司的人看到 哎呀 你这些 说你来到 这么崇洋的 我们就特意这样 亦有人说 这个等于一个智商测试亦 都可以这样说的 亦有人说 叫你买卡 你也想 香港经常有 禁笨7 喂 那 圣诞转运都经常有 那依然有人上档 我听得最多的 就是那些 游戏点卡 那些 美女的头像 就叫你 去哪里等他 哎呀 你不如你 你不如你 对了 类似这些 你记得我们之前 西乃是做过一个 那个用美女的头像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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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几年了 是的 十几年了 20年了 20年了 这个 所以真的很难说 亦有人说 智力测试 那些人说 绝对是 交智商水 这个 你们应该是鄙视的 智商水是内地用语 为什么用内地用语 亦有人说 希望 这位尹公达人 走出被骗的 伤痛 很多时 身边的人发生这些事的时候 自己都会很生气 比如 为什么我会那么笨 其实当时人 都 不要那么生气 现在赚过经验 我只可以说两个字 单纯 下面的人就串敲他 单纯有时候 和愚蠢是等好的 老实说 这个人说他单纯 可能心里 别说他愚蠢 免得伤他 都是一个善良的人 说真的 亦有人说 没有好作感 亦有人说 你公开过 骗子的 电子 邮件 我们开他 浪费 这些暖差注册 可以了 没有我 傻的 他怎么会回你 起底 是神仙的 不是 你以为香港 亦有人说 涨数卡骗案 香港已属能场 阿哥 为什么你这么中 都是那句 其实他是 看穿了你某些弱点 看穿了你某些弱点 还有 你是贪心 你不是贪钱 你是贪性职 是的 你是贪性职 你是贪性职 即是你觉得 我有机会 做个小头目 其实 你这样也是贪心的一种 是吧 你不是贪钱 你是贪性职 觉得 那这样很快 我做小头目 老板看中我 好惹 没错 没错 基本上是 你贪虚荣 是的 你也是贪虚荣 因为 现在每个人说 你找工达人 因为 其实你不是什么 找工达人 你是正常都找到工 是你身边的太差 真心地说 是吧 所以 你贪这些 升职 你也想一想 你来了英国没多久 会不会这么快升你 不要这么贪心 其实 有份工作 说实话 现在你是 炒散 你先升职 做上臂 是的 才再想 好吗 做人不要这么贪心 是吧 不要这么贪心 即是 你们不是整个 脚踏实地 有手有脚位 现在 心就是不够 脚踏实地 贪心 贪心 希望自己可以 一步 由炒散 变成小头目 一贪这些 就麻烦了 我们再说一次 她不是贪钱 她不是贪钱 她是贪心 想升职 还有 肯定骗Viu奶奶也有些 这种贪慕虚荣 贪慕虚荣不单是钱的 就算这种 被人捧的心 也是贪慕虚荣的 也是贪心的 好 今次节目时间到这里 多谢各位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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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